台北市場柯文哲社宅的風波持續延燒 就在昨天還回嗆中央 明年社宅開工幾戶 請你劃壓 對此內政部政務次長花靖群 忍不住就在臉書上回摔 說吵這種低級的架 對不起國人 議員也跳出來 批評柯文哲政策跳票 社宅成效不僵 甚至連訂租金的價格都有盲點 現在我只問一句 明年中央的社會住宅 要開工幾戶 請你劃壓 被中央大大惹毛 放話要中央 劃壓社宅要開工多少戶 但這一槍 讓內政部次長花靖群 忍不住在臉書回酸 強調北市府放棄六張禮第一基地 內政部從沒指責 市府跳票更不會去調侃 文莫更狂嗆柯文哲 曾經劃壓嗎 吵這種低級下流的架 對不起國人 而打開資料網頁 一看花靖群提到的六張禮第一基地 1113戶社宅 卻還在北市府網頁上 根本就是灌水 加上攤開數據 社宅新建完成率 只有百分之十八點五 執行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 更被議員痛批 成效不張 那我覺得這對柯文哲來說 他這麼在乎執行率的一個人 這是非常難看的一個政策 所以柯市長其實應該先自我檢討 而不是一直劍指他人 一直到處甩鍋 不僅如此還有議員犯出柯文哲2015年喊出四年兩萬戶八年五萬戶 2017年又說四年一萬八千戶開工 卻又將捷運連開宅都市更新分回戶灌水納路設宅存量 2020年卻又將連開宅全數飆售 根本就是嚴重跳票 還有議員也點出設宅盲點地價較高的松山區設宅 租金卻比大同區設宅還要便宜 市價八折到底什麼標準 他的租金公式裡面根本沒有把地段或是地價放進去啊 那他又怎麼跟周圍的這個區域的市價來相比呢 建築跟管理成本在哪個地方興建都差不多 只要在台北 一句話回嗆中央 卻反倒被抓出設宅更多盲點就火不成 反倒再為自己的市政火上加油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吾